法国著名嘲讽刊物查理周刊在7号遭到恐怖攻击 杂志社总部被三名持枪男子闯入扫射 包括两名警察在内一共有12人死亡 这起事件的导火线为周刊多次刊登 亵渎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漫画 进而引发激进分子的不满 法国总统奥朗德严厉谴责这一起事件 并表示将全力弃凶 交通部长叶匡史在7号晚间宣布请辞 为高铁财政改革案在立法院没有通过而负责 叶匡史表示高铁财改是他任内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近两年虽然积极与高铁公司沟通解决财务困境 最新年里出的改革方案仍然没有获得立法院交通委员会的同意 而交通部次长也回应高铁如果不幸破产 将会在6月底由政府接管 叶门首都内的一所警察学校7号发生自杀式汽车爆炸事件 一辆配有炸弹装置的小客车在行经学校正门时被歹徒引爆 而爆炸威力十分强大 由于学校位在人口丑密区时的案发现场是横遍野 场面相当吓人 保守估计有30名受波及的民众不幸死亡 另外有50多人受伤